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庸大学 大概孔子在我面前我一定要立正的 因为太伟大了 那伟大让人敬也让人畏 有尊敬也会害怕 那其实小时候在家里觉得父亲啊老师啊 大概都扮演这样的角色 所以有一天你忽然翻到了庄子的时候 你忽然觉得你不应该立正了 你可以稍息 你甚至应该躺在床上里面跟他对话 真的像一个好朋友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成长的文化里 不能没有庄子 少了庄子以后 很容易变成非常的僵硬 那我觉得儒家的文化 我们读论语 读孟子 大家都会觉得它有很多的励志的格言 那对人有很大的鼓励在里面 也有很大的要求在里面 可是你读庄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趣 它几乎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 那些小故事你读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我自己长大以后 我一再反省一件事 我成长的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是台湾格言最多的时代 我不知道在座跟我同年龄的朋友记不记得 我们大概在小学到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国中 初中到高中 每一次的招会 结束以后都要呼口号 就叫做青年守则十二条 有一天跟朋友讲说 那个时候每天呢 真的是每天都要呼口号 忠勇为爱国之本 孝顺为奇家之本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每天念的东西 为什么我最后只记得两条 后面都不记得 我想在座一定有朋友 记忆力比我好 可以全部都背出来 可是青年守则十二条 我大概只记得前面两条 我后来在反省 格言有它在生活里一定的意义 用很工整的楷书写了 放在身边变成座右铭 可是你不见得都能够做得到 那如果那个格言跟你的生活 没有密切的实践的关联 大概都没有把它记得 所以后来读庄子的时候 我觉得庄子你几乎读不到 读不到太多的格言 他也不那么讲励志 或者说他也讲励志吧 可是他用一个很美的故事来讲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重新整理 庄子的一个几个小故事 那我一直希望说 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个故事存在的 重要的意义 印度古老的史诗 摩赫波罗达 罗摩言纳 是一篇一篇的故事 希腊神话是一篇一篇的故事 连我读基督教旧约圣经的时候 那个故事迷人到极点 约拿传讲 一个约拿怎么被一条打鲸鱼 吃到肚子里的各种神怪的经验 只有你在读论语中庸大学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没有故事 我不晓得 我想儒家非常的务实 总觉得生活 必须要面对这么沉重的现实 所以好像没有时间去讲故事 或者觉得故事很浪费时间 可是我还是很怀念 小时候其实 一方面是爸爸总是用凯书 在家里挂了一个自家格言 黎明 挤起 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全部都是教条性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 妈妈会在满天繁星的晚饭之后 坐在院子跟我们讲很多的故事 那个白蛇传 真是好听到极点 你每天都希望它多讲一点 可是好长的一个故事 那条蛇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蜕变 最后变成一个美丽的女人 要最后怎么去认识一个 她所爱恋的许仙 那故事没完没了 可是显然 妈妈的故事 赢过了爸爸的自家格言 我们大概后来都是 围在妈妈的旁边 很少人去 自家格言 只有大概做错事 罚跪会跪在她前面 所以你对她的印象 不见得那么好 所以我想 今天 我很想跟大家重新 尤其在疫情之后 这些故事 在疫情严重之前 在台东讲的时候 我还没有觉得 那么深刻的感觉 那这几天 重新再整理一下 忽然觉得好感动 就是大家都记得逍遥游 那个第一个故事 是在讲北方的 荒凉的大海里 一条寂寞的鱼 那么努力地想要变成 飞起来的一只鸟 我大概最早在 青少年的时候 读到这个故事 觉得悬然欲气 它好像忽然触动了 你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在外面 社会上跟人的来往 好像有一部分 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你就在扮演那个 荒凉的寒冷的 北方的海里的一条鱼 天长地久 它就是一条鱼 可是如果心里面 有一个愿望 那个愿望 像一个梦一样 忽然它很想 坐鸟飞起来 我想庄子如果碰到孔子 孔子一定问他说 干嘛一条鱼要变成鸟 庄子从来不解答这个问题 可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大概都知道 你曾经有过一个梦想 它没有原因的 是你想完成自己 最内在的那个向往 我好喜欢这个故事里 讲得这么简单 我想在这里 我要特别要提醒 大概早期人类的这些故事 都不是用书写的 其实孟子 孔子 他们都不是书写者 他们都是上课 讲课 那佛经 佛陀所有的经文 都如是我闻 当时我在现场 我听他这样说 所以他都是学生笔记 那么新约 我们看到有约翰福音 有马克福音 有四福音书 是四个学生 记了当初老师讲的话 中间略略不同 你会觉得这些学生 注意的重点也不一样 所以笔记很有趣 如果我们把当年大学的笔记 留下来 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每个人的笔记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 某些偏重 而这些老师的口才跟语言 大概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庄子讲这个鱼要变成鸟的故事 要讲到多么天花乱坠 底下不会跑光 然后他会形容怒而飞 那变成怒而飞的时候 一定是学生笔记记下来的 可是我在读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怒而飞的怒 愤怒的怒 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好像拼了全部的生命的力气 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飞起来的鸟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读庄子 自己要有很多补白 你要把学生记着笔记里面 太过简略的部分补起来 庄子当时绝对是 可以把那个语言讲到华丽的不得了 然后这个鱼这么巨大 这么沉重 它要怎么从常年的水海洋里面 能够飞起来 它要怎么去鼓动它的筛 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市场里面的活鱼 一直鼓动它的筛 然后拍它的旗 还有那个尾羽 一直拍打一直拍打 它最后才能够把一个沉重的身体 飞起来了 而庄子的形容在这个部分非常的漂亮 是说水急三千里 激起来的那个浪花 像海啸一样 水急三千里 团扶摇之上九万里 团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 它是坐陶的人 在一个卤轮 旋转的卤轮上 把一堆湿的泥土慢慢慢慢揉 那个动作叫团 所以这个鱼飞起来不是一下就飞起来的 它是慢慢找它自己身体在力学里面 跟空气的关系 所以用了扶摇 这个扶摇是慢慢找到平衡的点 然后慢慢飞起来 然后飞飞飞到九万里之高 水急三千里 团扶摇之上九万里 我想这里面都可以感觉到庄子 在当时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种激动 因为它身体里面一定有一个 想要飞起来的那条鱼 它才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到这么漂亮 而这条鱼 的确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一定要飞起来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它只是想从那个寒冷的北方 飞到南方去 可能比较温暖 或者比较明亮的南方 然后它的鱼鳍 终于变成了翅膀 庄子也形容这个翅膀 像垂天之云 像天空的那一大片云 我相信庄子大概是喜欢 发呆看着天空的云的 我们如果在台北有时候 一个下午不是那么忙 你看那一片云的变化 你大概就会想到庄子 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 庄子其实不适合注解 其实也不适合在教室里上课 大概应该在旷野当中 它许多的描述都在大自然当中 它有很多属于 像自然人类学家的那种观察 那鱼变成鸟 是一个这么荒诞的神话 它还要告诉你说 不是我讲的 是有一本书齐歇 它里面记录了很多怪诞的事 那这是那本书里面 记录下来的东西 可是今天我们大概会觉得 人类对于整个大自然的演化 了解的这么少 也许在整个漫长的上亿年 数十亿年的这个变化当中 鱼真的可以变成鸟 而那个变化 使得庄子 其实有21世纪非常前卫的意义 是说我们不能够在归类里 把一个东西归类以后 它就定型了 我们发现 连病毒都一直在变种 我们永远不知道 它是在固定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所有对于一个物种的 固定的看法 可能是错误的 而固定的看法 只适合做是非题跟选择题 可是庄子并不喜欢 是非题跟选择题 我们讲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相亲 变成一个考试的题目 说这首诗是一李白的 二杜甫的 三李商隐的 四 我应勿的 我大概长大里 一直在考这样的诗 那你写对了李白 我写错了杜甫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那个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相亲 在巨大的春天的繁华里 人的孤独跟寂寞 我们都没有碰到 所以那个考试 到底考了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来读 庄子的逍遥有理的 这个鱼变成鸟的故事 我们就发现 庄子其实不容易考试 而是把人带到了大自然里面 去观察一片云 观察海洋 观察一个巨大的 鱼的蹦跳过程当中 浪花会如何的澎湃 我想做他的学生 应该是蛮快乐的 因为都是田野调查 那他不喜欢在教室里 掉树袋子 所以我想 逍遥有大概是 庄子给后世第一个礼物 告诉你逍遥的重要 而逍遥等不等同于自由 我们现在总是在讲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 可是逍遥又仿佛不是自由 逍遥是心灵上 彻底完成自我 那个逍遥恐怕并不容易 当你放掉了很多目的性的东西以后 大概才能够达到 那个逍遥 所以刚才提到的水积三千里 缓扶摇而上九万里 大概后来对后代的文学 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画面 它是一个美丽的画面 也是你自己在梦想当中 飞起来的过程里面 某一种激动 个人的那个生命的激动 我们对于物种的世界 了解得非常非常有限 有时候因为庄子 你开始去看一下BBC 他们拍摄的一些物种演变的 这些自然观察 有时候会吓一跳 在南美真的发现 好大好大的鸟 而它可以一飞飞好久的 就是庄子说 那个鸟它在往南飞去的时候 震动一次翅膀 就飞了六个月 又是一个荒诞的 可能受儒家影响太深的人 总是会骂庄子说胡说八道 怎么会震一个翅膀 就飞了六个月 可是人类的飞行器 从最古老的 像风筝这一类的东西 到现在进到外太空 他其实一直在寻找 我能不能在空中里飞更久 所以庄子鼓励的是什么 好像不是一个放在桌子旁边的格言 忠勇为爱国之本那样的一个励志格言 其实是从心里面告诉你说 你到底能够飞多久 有一天人类可以飞多久 我相信那里面有一个惊人的 二十一世纪将要对未知探索的过程 所以少了庄子 这个文化会少掉多少的生命力 对于不可知的事物的探究的部分 我想他把它放在第一篇《逍遥游》 就是如果从这里开始 接下来才有了自我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第二个故事 是在《奇物论》里面 他其实讲了四个不同的物种 我刚才提到说 维子觉庄子非常喜欢观察大自然 他观察昭俊 那种俊类 早上诞生 中午以前就死亡 所以叫他昭俊 就生命好短好短 那庄子说 昭俊不知悔溯 他对于我们所了解的黎明黄昏 对于我们所了解 一个月里面有越圆越缺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生命太短了 短到只有一个早上 那这样的昭俊 你跟他讲 超过他生命可以理解的范围 他是无法理解的 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读到庄子的这个 我们都觉得蛮得意 因为人可以经历 好多好多的黎明黄昏 好多的越圆越缺 所以觉得昭俊好卑微 好渺小 他接着又带我们看 第二个生命是慧姑 慧姑就夏天在树林里叫的禅 一直叫一直叫 那他说慧姑不知春秋 那这种生物的物种 他因为只活一个夏天 所以你跟他讲春天秋天 他也不了解 因为你讲的春秋 超过了他生命的范围 我们得益于我们 比昭俊要长 我们得益于我们 比慧姑要长 庄子立刻把我们带到 第三个生命 明灵 就楚国的南边 大海里面有一种 像神龟那种物种 他一个春天是五百年 一个秋天是五百年 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庄子已经把你带到 一个神话的世界了 你忽然发现 你怎么去理解 你的春天是三个月 可是明灵的春天是五百年 那时间的概念 在现代的新的科学知识上 也已经发现 它并不是人类固定的看法 时间恐怕是会改变的 在古老的文学里 碰触了这个问题 有人到天上去了 觉得过了一天 等到他再回到下凡 到人间 发现已经十年过去了 那么显然有一个时间 天上的时间 跟人间的时间 并不等同 也许是爱因斯坦 他想要触碰的问题 就是在更多的维度的 时间跟空间里 还有多少的可能性 那最后庄子告诉我们 有一种大树 这种大树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一个春天对它 就是八千年过去 一个秋天 又是八千年过去 时间的概念 从昭俊到大春 有这么大的幅度 所以庄子把人 放在这个大跟小 长跟短之间 告诉我们说 更小的 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 比昭俊更小的 新冠病毒 我们也了解的不多 那比大春更长的生命 外太空的 那个无限宇宙 我们也了解不多 我觉得庄子 还是希望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那个知的范围 面对一个 无限的时间跟空间 恐怕必须知道 自己某一种程度 其实就是昭俊 我们能够探索的部分 也非常小 我想这些部分 每次读到这些故事 还是觉得 感谢庄子 让我们能够知道 自己在人的这个范围当中 多么的狭窄 我们知道 儒家当然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 现实的意义 可是儒家太从人的角度 看世界 所以不从人的角度 看到的物种 儒家几乎都没有触碰 有一个学生比较呆一点 就去触碰老师 说老师要死亡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他被孔子骂了一顿 说未之生 焉之死 你活着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你干嘛问死亡的事 可是我想 庄子其实讨论了很多 关于死亡的问题 我们其实到现在 也有很多的好奇 我从哪里来 有一天我会到哪里去 我想如果少了这样的询问 这个文化会多么的枯燥 或者会多么的原地踏步 而失掉了它对于一个 神秘的无限宇宙的 探索的过程 所以我想已经有很多人指出来 庄子其实对一个文化 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远大过于儒家 远大过于儒家 我想是因为它提供了很多 我们今天21世纪 觉得非常非常可贵的 那个生命经验 好 所以刚才讲到的 昭俊不知悔溯 惠故不知春秋 所有的不知都是因为它受限于 它的生命的长度 那南明 有这样的一个明灵的物种 它可以500岁为春 500岁为秋 那上古有一种植物 可以8000岁为春 8000岁为秋 它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向往 希望我们的生命 可以超越所有的有限 从昭俊到惠孤 到明灵到大春 还要再往前走 那个超越性 我想才是 庄子在这个故事里 希望传达的核心的意义 日本的神社大概都种春树 不知道跟庄子有没有关系 就总觉得大春春树 好像是一个向往 是一个对于神秘世界的 另外一个向往 可以以8000岁为春 8000岁为秋的 那样的一个时间的追求 好 下面我们讲 两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故事 也是 我大概青少年的时候 读庄子我最喜欢的两个故事 其实读完以后 再回到学校去上 老师的课就会哈哈大笑 因为他讲了 庄子有一个好朋友叫惠子 大家都知道 他老跟庄子辩论的 可是我也很感谢惠子 因为如果没有惠子 你不知道庄子这么天马行空 就惠子永远不知道天马行空 那惠子永远遵守一个逻辑 很规矩的逻辑 他说有一个国王 对我很好 送了我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一颗种子 我们想种子 大概就一个坚果吧 坚果不行 坚果不会再发芽了 就还可以发芽的种子 跟他说 这个种子是一个宝贝 你好好的对待它 带回去吧 培植起来 那他也不知道 这个种子到底珍贵在哪里 有大户 户就是户瓜 我们现在有时候吃户瓜 在菜市场你可以看到户瓜 可户瓜可以越长越大的 我后来为了这一段 我还到美农去看 台湾还有人在养很大的户瓜 等一下有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户瓜在古代 它除了吃以外 它有个功能 就是晒干 然后剖开 做水瓢的 我想跟我同年龄的人 可能还看过 我们在炉灶上 常常看到一个 剖了一半的水瓢 就可以拿来要水 以前我们很少塑胶用品 就是用大户 户瓜的 晒干的壳 拿来做水瓢 好 惠子头脑里就有一个 户瓜做水瓢的逻辑 结果这个种子真的是一个宝贝 它回去种了以后就有了藤蔓 然后就慢慢长大 然后它长成一个瓜以后 它想 我可以把它晒干做水瓢 结果没想到这个瓜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最后比它房子还大 它就开始烦恼了 你知道有逻辑头脑的人 大概都常常会有烦恼 因为它想说 这个户瓜要做水瓢 可是长到这么大以后 我把它剖开来 我咬了水 我都举都举不起来 我应该怎么办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上课 大部分碰到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忽然觉得庄子真了不起 然后幸好惠子有一个好朋友 叫庄子 庄子跟他哈哈大笑说 他不能做水瓢 你把它当成一条独木舟浮渝 江湖之上不是蛮好吗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荒诞的故事 刚好调整了我们在教育里 一切东西都是固定归类的逻辑 他要告诉你说 真正的教育是创造性的 这个水瓢 利用它的中空来咬水 是一个物理的现象 可是这个水 护瓜长到很大 中空 它可以利用浮力 飘在江湖之上 变成一艘船 它是另外一种逻辑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好多的教育 其实是跟惠子一样 把自己先绑死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固定的逻辑 护瓜等于水瓢 它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我相信护瓜应该等于 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 在庄子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一加一可以等于很多很多东西 我想东方不太讲逻辑 逻辑是从希腊翻译过来的一个字 Logos翻译出来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东方常常讲的是因果 因跟果并不完全等于逻辑 它有时候是在更大的时间跟空间里 要你去做观察 所以我想这是关于这个 国王送给惠子一个大户的这个故事 庄子就告证 你既然有一个大户 可以搭到像船一样 你为什么不做它 让它浮于江湖之上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庄子很多的提醒 而这些是用有趣的故事讲出来的 下面一个故事跟大户我放在一起 是因为它很雷同 惠子有一天又跟了一个工匠 那个工匠说我要去找木头 那工匠找木头就是要做桌子 做椅子的 或者拿来盖房子的 所以它已经有一个逻辑是 树要等于栋梁 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 我长大的过程 班上好多同学叫国栋国梁 都是父母的愿望 因为要有用 然后当兵的时候 发现好多的老师官长 都叫国栋国梁 现在好像好一点 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希望男孩子都做栋梁 可是现在想想也蛮可怕 因为栋梁就是要砍掉的 那这个工匠走到山里 就在找栋跟梁 就是笔直的树 它可以拿来用的 然后惠子也跟着它走 结果碰到一棵大树 长得歪歪倒倒 然后做栋也不行 做梁也不行 连做桌椅都不好 因为它就是没有那个不成材的 我们叫不成材 所以有人骂你不成材 你要感谢他 就说我不是随便被人家利用的 那惠子回来就很烦恼 他的逻辑又失败了 所以他就问庄子说怎么办 那个大树长得那个样子 这么没有用 庄子就哈哈大笑说 幸好他对你没有用 他如果有用早都砍掉了 好大家知道庄子很快地把 惠子从人的角度的利用观 转成大自然的物种 我们要感谢多少 今天在台湾的大树 没有被当成冻个凉 所以还保有了部分的山林之美 不然大概全砍光了 我想庄子在2000年前 怎么会有这样的提醒 其实完全是环保的 完全是对大自然尊重的概念 提醒人类 从人的角度 对于自然的伤害 有一天会让自己无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样子了 也许不多久 7600年形成的藻礁就会不见 可是我们对于7600年 这么漫长时间里形成的一个自然生态 我们先不要讲用不用 只是说你可以让它随便消失吗 它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庄子有多么大的一个对自然的观点 对于一世纪来讲 我觉得是最前卫最前卫的一种思想 所以一直觉得非常感谢文化里面有这个人 虽然他一直没有办法真的打败儒家 我想他也不希望打败儒家 可是至少他能够辅助 一个被儒家逻辑限制的非常严重的头脑 能够稍微自由一点 那他影响最明显的人就宋朝的苏东坡 苏东坡有非常多庄子的影响 所以苏东坡喜欢画枯木 苏东坡喜欢用很多很多庄子的典故 他的生活也常常离开儒家 人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读他的东西 我们会觉得里面有一种生命力 从人的角度来讲 情一定是好天气 可是你试试看一年都跟你好天气 它变成多么可怕的结果 这个时候苏世的词里面 风雨跟情都是好日子 风雨跟情都是你生命里面应该感谢的部分 也无风雨也无情 而那个风雨跟那个情是要搭配在一起 我想这里面都已经明显地看到 苏世受到非常多庄子自然观的影响 而这个自然观 因为儒家的太过强大 几乎已经被战害殆尽 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他的这个大树 他也提醒惠子说 你老是担心他没有用 所以我们小时候听到很多的话 就是你不成才 那幸好后来又读到庄子 所以蛮好的 他讲你不成才的时候 你自己可以知道 你有哪一部分是有意义的 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 生命其实很难从别人的立场来评断 它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在某一个人看起来不成才的 也许恰恰好是另外一个生命的特点 跟它的长处 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是 回到自然观以后 他才提醒惠子说 有这棵大树 你可以逍遥其下 又提到逍遥了 你的心灵自由才会存在 否则的话 你根本永远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观点里面 看自然 这是我在美农的朋友帮我拍到的大户 他说真的有大户 我说那他先来干嘛 用来做什么 你看我马上就掉到那个逻辑里面 他有什么用吗 那为什么还有农场培养这么大的大户 他说拿来雕花 给人家做灯笼 所以注意一下 大户的故事还在继续演变 它可以变成千百种 你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我们一直在讲创意 其实我们常常扮演了扼杀创意的角色 因为我们有了用的观念 我们就扼杀了创意 好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故事 是 这故事不太容易懂 就是有个南郭子齐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名字 过去讲郭是讲城市 可能城南边吧 在大安区那一带的 有一个叫子齐的 那他大概是一个老师 也教很多学生 所以他的学生严惩子游去看他 看他以后就吓一跳说 怎么跟我前几天看到的老师 这么不一样 那南郭子齐就问他说 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我看到你的身体 像已经死掉的枯木 像稿木 那你的心境 好像已经是一段死灰 那南郭子齐 一点都没有不高兴 我们现在讲说 你像稿木死灰 你不要气死了 因为这是骂人的话 南郭子齐就高兴得不得了 说吾尚我 吾尚我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字 吾尚我是很难读得懂的 我失去了我 那怎么去理解这三个字 这么精简的 因为吾跟我都是我 那我看着我自己 一段一段死去的我 如果我把它翻译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难完全地传达出 南郭子齐跟他的学生说 吾尚我 他很高兴 因为我一段一段地看着我 死去的那个我 那在冬天的时候 一棵树会从春天 苍翠的样子变成稿木 一段木材 在火里燃烧的沸腾跟激情 会变成最后一段死灰 那那个冬天的沽木 如果再过11月12月 小雪大雪的节气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到日本 会看到整片山林全是枯木 我们在南方比较不容易感觉到 就是宋朝人喜欢画的寒林 那这些树其实并没有死掉 而是他意识到 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难度过的冬天 寒冷 干燥 没有水分 所以他会努力地先把该舍弃的叶子都舍弃 该舍弃的枯枝都舍弃 剩下一个主干 把水分保留在里面 等待四五个月之后 来年的立春重新发芽 所以我想庄子在这里讲的稿木 是在讲一个生命不同阶段的 样貌 一棵树我们记得它春天的样子 不太容易记得它冬天的样子 一段死灰 还会不会记得它在燃烧时候的 那个火焰的热烈 我想这些部分 在苏东坡写韩式帖的时候 全部都用到了 讲到了死灰吹不起 说它的心境已经到了像死灰那样的程度 它借用的是庄子里面的典故 我自己一直觉得这个故事 几斤斟酌要不要拿出来 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懂的故事 也没有像大户跟大树那么好玩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能不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 其实是好多不同的阶段 好 我借用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 就是我很喜欢大陆有一个女作家叫杨将 她大概活到一百零几岁才去世的 她是前中书的太太 然后她跟前中书大概十几岁就谈恋爱 然后一路读清华 然后一路到欧洲留学 然后她有一本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 就是大概她一百岁左右写了一本小小的书 她说她到了一百岁了 大概快要死亡了 那她也没有觉得特别难过 因为她觉得死亡以后 她可以去见比她早很久死掉的前中书 她爱的丈夫还有她爱的女儿 她女儿比他们两个都早死 所以她也觉得蛮好的 那如果死亡可以去见这两个 她在人世间最想念的人 可是接下来她就很害怕 那段写得极好 她说我要用什么样子去见他们 因为前中书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她十几岁 扎个辫子的小姑娘 然后他们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她穿着华贵的欧洲的那些衣服 她说前中书记得的 大概不是我现在一百岁的样子 那如果我用这个样子去见她 她会认得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 苏东坡用过这个典故 纵使相逢 因不适 沉满面 病如霜 我想我们才发现 我们自己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貌 我们的形貌也一直在变的 所以南国子齐变成了稿木 身如稿木 心如死灰的时候 她觉得她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她的生命已经从春天 夏天 秋天 入冬了 开始懂得冬天的收敛 跟储藏了 那我想这些都是 但是时间上庄子也跟一般人 讲的时间概念不一样 时间里面有一个叫青春的东西 是每个人都眷恋的 可是庄子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青春过了以后 还有好漫长的岁月 一直到终点 是到杨将写一百岁的 那个时候的心境 他的不同 那其实杨将当时 他的书我看到以后 我自己也开始烦恼起来 因为我在想 有一天如果要去见母亲 我应该是用什么样子去见她 因为她已经记得 我在婴儿的状态 记得我青少年的顽皮的样子 记得我长大的样子 可是她也没有看过 我现在的样子 那是不是也是 纵使相逢 应不适 尘满面 病如霜 我们大概在一个时间的长河里 最后并不是死亡是悲哀 而是纵使相逢 因不适才是一个真正的悲哀 因为已经认不出彼此了 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的因果当中 生命变成 好像没有办法认识原来的 那个对方 也无法认识原来的那个自己 我想这是 我自己在读 无上我这三个字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庄子其实有非常多 很美丽的部分 我们现在讲天类 地类人类 是庄子的典故 他带学生 刚才讲说 他不喜欢在教室上课 他也不喜欢在音乐厅 听贝多芬 他其实就是带到大自然里去 然后他会讲风吹过一棵树 发出了多少多少种声音 我们看到的一大段 都是在讲 那棵大树 它所有的孔穴 就跟人的鼻子耳朵各种一样 那棵大树有各种的五官 所以他提醒学生说 不要只听人间的音乐 不要只听大地的音乐 最后要听到天类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对大自然的观察 不只是视觉的观察 而且是听觉 仔细地去听到 那个大自然里面 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声音 在发生的这种过程 这是苏东坡用装子的枯木 画的枯木图 前几年才拍卖的 这是我在日本看到的枯木 大概到了小雪大雪的节气 到藏王那个山上 整片山的枯木 你才发现 你对枯木的理解 是错误的 因为它并不是死亡 它只是用另外一个面貌 度过很难度过的冬天 因为如果你下一个春天 再去藏王 你会发现 每一个枯木都在发芽 我想那个是 北国寒冷的地带 所有的物种 它知道怎么去储存 自己的生命的状态 下面我们讲一个 比较有趣的故事 朝三暮四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有个鞠躬 鞠躬就养猴子的人 大概在动物园管猴子 然后他就要负责 分配猴子的食物 然后猴子的食物 就是一种橡树的种子 叫毛 叫毛 那这个鞠躬 就说这个数量算一算 平均一下 大概你们每天早上 可以吃三颗 晚上吃四颗 朝三暮四 然后猴子就发脾气 说不行 这样子对我们太不公平 我们要上街示威 抗争 然后这个鞠躬就说 好好好 那就妥协一下 大家来商量 说这样好了 早上四颗 晚上三颗 猴子就万岁万岁 瞎子投票一定投你 朝三暮四的故事 过去我都用它来嘲笑别人 我新冠肺炎以后 我才发现 其实我自己是猴子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有人打AZ死掉了 我就抵死不肯打AZ 这样 然后我一定要打莫德纳 那打AZ 一强迫我打AZ 我怎么样都不干 可是你就会发现 你所抵死不从的 跟你欢呼的 其实两个我都不懂 两个我也都不清楚 忽然觉得 庄子真了不起 他其实对生命 观察物种之外 他有一种 惊人的悲悯 那个悲悯 是在自己的身上 看到 所知有限的那个悲哀 其实我们不了解 然后在一个资讯 这么发达的世界 后面又跑出个BNT 你又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还有高端 所以我在大概疫情的 几个月当中 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 赵三慕斯的故事 我发现原来我自己 就是那个猴子之一 我所有的拥护跟抗争 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自己也并没有把真相 搞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已经有很多学者 在提出后真相时代 就是因为网络的发达 所以我们资讯太多太多 所以在资讯泛滥的 这个时代当中 其实我们对真相是 越没有办法判断 可能再抓到一点点的资讯 我们就开始下判断 而一下判断 往往就变成了 赵三慕斯的故事 所以我不晓得 我觉得庄子的故事 这么短这么小 可是每一个都有 好大的警示作用 而且最奇怪是 21世纪 他怎么知道会有新冠肺炎 然后会有一个人在那边 忽然读懂赵三慕斯 忽然发现原来自己 这么激动的反应 也不过就是 他2000年前讲的故事 这是 所以我还是反对注解 因为我觉得如果 新冠肺炎以前 我注解 绝对不会讲到这一段 我自己是猴子 可是现在我发现 真的是 然后大家看到 留到日本去的一位 宋朝的画家 画的猴子 我觉得他不止在画猴子 他真的好像在 画赵三慕斯里的那种茫然 那种沉思 那种对于自己处境的困惑 真的把那个感觉 完全画出来了 好 庄子另外有一个 非常喜欢讲的故事 在奇物论就出现 就是有一个孽缺 我们知道孽缺 庄子里面常常 那个名字不是名字 大概就是冷气 或者是没有牙齿的那种人 孽缺 就门牙缺的 长相怪异的 可是他们常常是修行的人 这个孽缺去找王尼 他很佩服的一个智者 说你知不知道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新冠肺炎 这个王尼就说不知道 接下来说你知不知道 高端啊 不知道 接下来你又知不知道 莫德纳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然后这个聂缺就好高兴 说真是高人 问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读庄子这一个故事 其实会生气 说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最有趣的是 庄子在印第王 隔了几篇以后 又讲了这个故事 聂缺又跑去问王尼 然后变本加厉 变成一问四不知 又问他说 你知道最近有 AY4.2是什么 他还是说不知道 好 这里面其实碰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庄子对于知的提醒 知到底是什么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会子的知是有限的 他在互刮的逻辑当中 等于水瓢 他的知是有限的 他对于树的做动作量 也是有限的 所以那个知 其实没有通向一个未知的 更大的不知的状态 所以庄子关心的不是已知的状态 他认为已知都已经不重要 可以拿来做是非的选择题的知 都不是重要的知 人类有一天 能不能飞六个月不停 那个知是他关心的 他希望的知是一个往 更辽阔的创意性去发展的知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一问三不知到一问四不知 我觉得庄子有非常非常深的提醒 是说人类不要被自己的知限制住了 而我们常常洋洋自得的是 那个有限的那个知 跟惠子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如果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 我们大家理解的词汇来看 我们现在讲知是 知比较偏重于头脑理性的思维 可是不要忘记是 不一定是值 我们讲潜意识 心理学上讲潜意识 甚至讲无意识 那个是 其实是潜在在我们身体里面 非常多的感知能力 而这个东西是佛家最喜欢讲的 佛教里面把是分成好多等份 里面有阿赖耶是 是一种通往近于神秘的宇宙空间的东西 对于那个宇宙跟最远的 不可知的 不可知 可是它可是 的那个部分的探索 所以大家读《金刚经》都记得 那个老师有一天 跟他的学生须菩提对话 他说须菩提 你往东边看 你找到东边 然后你往东边看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东边到底有多远 须菩提说不知道 他说好 那你往西边看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西边有多远 须菩提说不知道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所有的远空间的大 须菩提的最后的回答 都说不知道 我想那个有点像庄子 王尼跟聂缺的回答 说其实我不知道 我活在一个 我不知道的状况 而这些东西在很多的文学里 用它的事在触碰 比如说 我常常喜欢跟朋友说 屈原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品 叫做天问 其实应该是问天 可是因为天太伟大 不可问 所以它变成问天 里面有一百多个问题 而开始的问题最惊人 第一个问题是 碎骨之初 谁传道字 八个字 最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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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的最初 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最初 时间有没有开始 如果有开始 开始以前是什么 大家知道 这是康德哲学后来问的问题 可是屈原在他的天问已经问了 碎骨之初 谁传道字 问时间 第二个问题 上下未行 何有考之 谁决定这是上 谁决定这是下 有没有发现 儒家会把我们骂一顿 这当然是上 这当然是下 所有当然 都是错误的 如果地球在转动 上下是人的虚拟 方向也是人的虚拟 它并没有定型 所以屈原问 上下未行 何有考之 是谁决定了 这是上 谁决定了 这是下 很早就已经 在他的文学作品里 指证出 对于空间的虚拟 我们到现在 我们的空间 还是一个虚拟的状态 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边缘 你刚刚说 有边缘 就有人问 边缘与外是什么 所以庄子 非常了不起的八个字说 至小无内 至大无外 什么叫最小 没有里面了 不能再分了 叫做最小 昭俊不是最小 新冠病毒也不是最小 因为还可以分 有一天 有一个东西被找到了 不能再分了 它才是最小 所以至小 无内 没有里面了 至大 最大 是什么 没有外面了 八个字 讲得清清楚楚 对于空间的概念 那今天 康德的哲学 讲的非常类似的东西 所以二十一世纪 还在探讨最小 也在探讨最大 还没有找到 并没有找到 那幸好庄子 很早就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说 不妨在最大跟最小里 努力的去尽量探索 那到底能够探索到多少 我们不知道 我们根本其实是昭俊 我们的知识 一种昭俊的知识 所以 你就会发现 东方 对于这个 一问三不知 有非常大的兴趣 在 北方 就是我们现在 像叫法兰德斯画派 就包括现在 比利是荷兰 这个法兰德斯地区 那么在过去 十六十七世纪 还没有独立成国家 没有荷兰 比利是之前 我们称为 法兰德斯画派 有一个 布鲁狗这个画家 我非常喜欢 他画了一个预言的画 这个画是圣经里的故事 就是 盲人带领着盲人 所以这张画里 你可以看到是 一连串的盲人 可是第一个盲人 已经要摔倒了 后面的盲人不知道 所以他要跟着 全部要摔倒 那其实也在讲 也在触碰 人类知识上的 有限性 好像我们很洋洋自得 于那个知识的 引导的过程当中 恰好 误入了歧途 而缺乏了一个 无限性的 更具创意性的 让大家的一个探索过程 这也是我大概在青少年时候 读到 读庄子很奇怪 觉得很美 可是 其实会热泪盈眶 那个热泪盈眶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 只是好像忽然触碰到 你很内在的世界 他在讲 有一个人做梦 梦到在喝酒 喝的是 1986年最好的波尔多 然后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过一会儿 忽然醒来了 发现刚刚喝酒 那么美好的事 是做梦 1986年 波尔多都是梦 所以他就大哭哭 哭得嚎啕痛哭 简直痛不欲生 过一会儿他又醒来了 发现刚才是在做梦 所有的 狂喜快乐 所有的悲哀 伤心欲绝 原来都在梦 梦当中 所以他就去打猎了 然后庄子说 你没有觉醒 其实你不知道 你在梦中 所以也许我们现在梦中 等一下有一个觉会出现 你才知道 刚才整个是一场大梦 那庄子讲的觉是什么 是生还是死 也许对他来讲 死亡是一个大觉悟 到那个时刻的时候 你才知道生是什么 可是它没有来临之前 所有就在一场大梦当中 梦饮酒者 淡而哭泣 淡是黎明 太阳升起来 梦醒了 发现刚才喝酒是做梦 梦饮酒者淡而哭泣 梦哭泣者淡而甜烈 他连续用了几个淡 就是黎明 几个梦醒时分 来 把你从一个梦 带到另外一个梦 从一个梦带到另外一个梦 那我想里面 好奇怪的荒凉感 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对文学发生多么大的影响 诗词 一部《红楼梦》都在讲这个 所以《红楼梦》在梦里面这些人 他不知道 他的眼泪是 好几世以前要还的那个水 所以他一直哭一直哭 那全部都是庄子的影响 可是短短几句话 这么简单的故事 把你从一个梦 带到另外一个梦当中 好 大绝而后知此期大梦 大绝跟大梦之间的关系 这是那一次 为了要写那个居士的新的书 特别在小雪那天 飞到藏网看到的风景 田之谷湖 好奇怪的机缘 就是当地人说 刚好出雪 然后那个田之谷湖边 一个人的脚印都没有 所以你要看到那个出雪 你看到原来黑色的地 变成了白色 原来你可能画画 会流白的水变成了黑色 一切都是反的 好像一个黑白照片的底片一样 你才恍然大悟说 我在一个常年 都是绿色的环境长大 其实我不知道冬天来临 形貌是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的 所以我想庄子 其实有时候也碰到很多季节的演变 或者容颜上的演变 就在讲时间这件事 我想所有的朋友 大概都同意 这是庄子最美丽的一个故事 今天讲到十二个故事里面 大概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个故事 就是蝴蝶梦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 忽然跟学生说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变成蝴蝶 然后真的就是蝴蝶 在空中飞来飞去 他觉得完全就是蝴蝶 可是过一会儿他梦醒了 他发现他又是庄周 他说到底是我梦到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到了我 我想续习界的朋友都知道 是一个了不起的一出戏 后来跟秋湖戏七结合在一起 也叫大屁官 是庄子可能要去 开示他的太太 人死亡 妻子是多么哀伤的一件事 可是庄子幻化成一个美丽的少年 去诱惑了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原来悲痛 为了丈夫的死亡悲痛的 守在棺木旁边 不肯吃饭 不肯睡觉的 可是因为那个王孙公子的美貌 刹那之间改变了 而这个王孙忽然心痛 痛到心脚痛到 要吃劈开棺材里的心脏 才能够治好这个病 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个舞台上真是吓死人 摸了一把锅灰 然后咬着头发 拿了一把大钢刀去劈那个棺材 他要救他现在爱的那个人 然后棺子哗下坐起来 哈哈大笑 连爱恨都能够看破的话 是一个生命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读庄子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含着眼泪在读 会觉得自己好多对于虚幻的那个执着 其实很难放下 可是是不是读完庄子就放下了 其实我想不是 你看完大批官 你大概该爱的还是去爱吧 所以我想 孔子如果在舞台出现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可是庄子真是在舞台上 漂亮的不得了 就是最后可以是一个 从棺材里忽然哈哈大笑的一个角色 我据说后来这个戏不能演了 当然有一点不伦 这个太太怎么 守在棺材旁边就开始谈恋爱了 可是我想这也是了不起的戏剧 他其实真的懂 懂庄子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庄子当中有骨盆二哥 欺死骨盆 太太死了以后 她敲着脸盆唱着歌 那一段当然不在那篇 所以也有人怀疑 是不是庄子的原作 可是的确有她的精神在里面 那她也跟学生聊起来说 到底什么叫做爱 而那个骨盆二哥 也并不是变心 而是告诉你生命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你怎么样子去了悟 人身上所有的东西 《红楼梦》的《豪了哥》 还是在讲这个东西 那么一步一步的这个领悟 都在庄子已经不好的局面当中 好 下面再看一个他有趣的故事 是《袍丁献牛》 那这个故事也很有趣 我最早读它的时候 我的惊讶是说 他怎么会用一个屠宰场 屠宰牛 肢解牛的故事 去讲最美的音乐跟舞蹈 觉得这两个东西 完全拉不在一起 你喜欢跑国家音乐厅 国家剧院的人 怎么会拉到袍丁 袍丁就厨房里面做料理 杀牛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国王 文慧君 他大概刚从国家剧院出来 然后听了最好的音乐 看了最好的舞蹈 可是刚好经过厨房 他就看到这个袍丁在那边 肢解牛 他就呆住了 他说奇怪 我刚听贝多芬都没有这么好听 你怎么会身体动作这么漂亮 然后那个刀可以这样游刃有余 然后身体的动作 好像配合着所有的了不起的节奏 他就问这个袍丁 把袍丁叫来问 那我觉得这个皇帝真的是懂艺术的 那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屠夫 他就看不起他 那这个屠夫也 躊躇自满 这些成语都是来自这一段 就非常非常说 你终于看懂了 你知道你花那么贵的票 两万块去听柏林哀乐 其实还不如来看我 赞牛 他就非常得意说 你知道我刚开始肢解牛的时候 都是用砍的 所以那个刀子一下子那个刃 就又重新要磨刀了 他说我现在做这个工作 已经做了十九年了 我完全知道 骨节跟骨节之间有间隙 而我的刀没有厚度 以无厚入有间 以我没有厚度的刀 进到有空间的骨节之间 游刃有余 了不起的成语 我们现在还在用 这个人真了不起 在职场上做人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是轻松从容 不费力 可是面面俱到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段故事 用了一个仿佛最粗笔的画面 讲宰牛这件事 可是讲到任何的一个行业当中 千锤百炼 到最后都有动人的那个画面出来 都是最美的音乐 也都是最美的舞蹈 我想这里面也看到庄子 其实在生活里发现了很多的智慧 不是吊书带的 不是格言 不是忠勇为爱国之本 而是在生活里可以看一个人 我有时候真的看到那个 以前在台南 那个什么阿唐贤舟 你知道那个早上排队排到吓死人 然后他那个碗一摆开 从那个碗这样 啪这样拉开 就像碗特技 觉得像好像看马西特技一样 那个碗 全部在台上就摆开 然后调葱油调什么东西 每一个动作都漂亮 然后最后那个闲珠 端到你桌上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都很短的时间 就把所有动作完成 可是我想那个真的是千锤百炼 而我要讲的是说 庄子发现每一个行业都有这个东西 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他日复一日 自己跟自己锻炼的过程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那个部分 他才惊人 你没有那个后面的部分 你在台上 其实没有办法 让大家一下站起来喝彩 我想这个刨听谢牛的故事 尤其是 游刃必有余地 游刃有余 这四个字 我想可以做我们一生的格言 如果真要讲格言的话 我觉得比忠勇为爱国之本要有用的多 就是你永远要知道 你找到对的地方 侧身过去 而不要冲突 不要硬碰硬 不要两败俱伤 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 大概都如此 我们觉得那个从容 那样的游刃有余 真的是一个大智慧 永远可以知道 怎么去处理事情 处理到炉火纯青 日本到现在还有刨钉种 日本有各种种 有鸡种 有鱼种 那刨钉当然有种 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废掉的刀 他们都会买 然后去摆 那个刀是杀过多少生命的 所以他们都会去祭拜 我还看过一个最有趣 在上野公园有扇种 夏天的时候女人的折扇 那秋天的时候不用了 他们就把它埋了 然后有一个扇种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种的概念很有趣 就是对所有曾经存在 而逝去的那个生命的某一种纪念 所以看到了刨钉种 刚好就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看第十个故事 讲一个爱马的人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讲马 现在在做养宠物的朋友 大概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他讲那个人爱马 爱得要命 然后有特别的器具 去装那个马的大便 有特别的器具 马一小便 他赶快就奔过去 在那边等那个 我们现在讲的猫奴 其实也很多是这一类的 我自己在疫情期间 在池上的时候 养了几只流浪猫 最后发现自己也变成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前一个处村的艺术家 留了一些猫的资料 我看到了 我想这个流浪猫 大概是吃这个 他吃了一天以后就 很明显摇头不满意 然后就赶快跑到池上的 我想实际上超市 大概不容易买到好的 可是完全意料之外 现在那么偏乡的地方 有欧洲进口的猫饲料 然后他就点头了 吃得非常非常开心 后来养了一只很小的小猫 那个小猫 那个邻居小孩抱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断奶 所以不晓得怎么办 他一直在你身上找奶 你到最后只好想办法 然后我也在池上发现 有人告诉我说 你到哪一家去 有纽西兰进口的猫奶 你真的叹为观止 所以我就发现说 你真的是爱他 爱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你会简直上穷必落下黄泉 就未完成它 可是我想庄子 其实在这里有他的两难 那个两难说 他下面几个故事都跟爱有关 他觉得这个爱 好像失去了那个生命 在野地里野生野长的 那个祝福 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爱 到最后 这个马会发怒 你把缺贤 回首碎胸 就是因为你太爱那个马 你要给他装一个脚尺 你要在他身上 披那个刺绣的暗蝉 其实都是马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觉得是宠爱他 可是对那个马 他为什么要在脚上打一个铁蹄 对他来讲 那个铁蹄有什么意义 所以庄子外篇里有马蹄 也在讲这个事 说不打那个铁蹄之前 那个马其实奔跑得很好 那在这里 我觉得庄子还是提醒说 宠物是一定会产生的 猫奴也一定会产生的 可是提醒一下 生命并不应该 只往那个方向走 宠物只是物种的一种方向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向 我在河边喂流浪狗 我大概充分地了解到那些流浪狗 它被遗弃之后 它怎么样生存 其实有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因为它做过宠物以后 再做野生野长的物种 非常的困难 昨天我还看到有几只 有主人给它带的 非常漂亮的项圈 就是曾经是多么被爱过的狗 才会买那么贵的项圈给它带 可是遗弃在河边 受到受骨灵熏 我相信它生理心理上都在受创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办 而庄子一定常常看流浪狗 它在流浪狗身上 在思考人类所说的爱 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爱会不会扭曲了 而忽略了那个对象真正需要的东西 等一下这个部分讲的最好 就是它从马跳到了鱼 那么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知道鱼的爱是什么 好 第十一个故事 延续那个马的故事说 一个池塘快干掉了 这些鱼 它们就在陆地上了 在干旱的陆地上 它们彼此相爱 我觉得它讲的爱 有点像儒家讲的爱 就是彼此用口水湿润对方 伟大的爱 可是庄子说 何不相忘于江湖 如果那个水还在 游来游去 也不整天把爱挂在口边 会不会是更好的一种 对生命的爱 我想这里面非常深的提醒 就是儒家讲的爱都是 我不晓得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怎么到他这个人临终了 挨没了 你才知道要这么疼他 那庄子希望说 健健康康的时候 彼此来往不多都是好的 我相信那里面有一个 非常大的哀伤在里面 他大概也提醒儒家的爱 不是全部 其实更应该注意到 人在大自然当中 如何完成自己的那个过程 或者说 爱会不会是一种成全 对对方的成全 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 给他这么多的限制 刚才讲的马是最明显的 因为人爱的马都是打铁骑 然后穿鼻孔 我相信那个马 其实并不见得希望这样被对待 可是对人类来讲 认为那是给他最高的荣誉 还有人强调说 我给他穿的那个鼻孔是黄金的 像我们还镶了珠宝的 那这些角度 大概都是庄子最早就提出来 做的很多很多提醒 可是人类现在的宠物世界 其实真的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觉醒 我们大概读他的马 他的鱼 会有很大的思考 可是其实有时候 很无奈 因为我想 我如果看到那个小猫 我还是会去买纽西兰的猫奶 它大概小小一贯 九十块钱 那可是你一定会去买 就是人类对于生物 对于生命的那个关心或者爱 庄子大概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就是相虚以失 相濡以沫 用口水去失对方 这么伟大的爱 对庄子来说好痛苦 那能不能相旺于江湖 不如相旺于江湖 那那个旺反而是最高的爱的成就 祝福他在自己生命的秩序里 完成他自己 这是八大山人画的鱼 所以他讲鱼的故事讲了很多 这一段是他跟惠子的辩论 大概也是千古绝唱 只飞鱼安置鱼之乐 然后那种辩论 然后把自己化为鱼 又从鱼抽离的各种辩论 大概你在论语里面 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对话故事 好 我们讲最后一个故事 第十二个故事 是关于混沌 混沌这个字 我们现在都知道 卡奥斯整个的宇宙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不清楚的 好像是传说里面一个星云的爆炸 最后变成的这个状态 可是我们更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卡奥斯 那个混沌 它是中央之地 庄子说它是最伟大的一个主宰的力量 然后南海之地为书 北海之地为乎 我们知道庄子讲的预言里面 这些名字都是它编撰的故事 书 乎 都是很短暂的生命 书乎刹那之间就过了生命 好 常常在中央之地的领域游玩 就是基隆市 或者是新竹市 常常到台北市来玩 就觉得说 我们要对中央之地混沌 有一点报答 因为它对我们很好 我们每次来 他们都招待我们 对我们很好 所以要送它一个礼物 可是他们就开始很烦恼 这烦恼是说 它什么都有 它是中央之地 宇宙之间 所有东西都是它的 你要送它什么东西才珍贵 那书跟乎 就忽然发现说 人有蹊跷 我们有眼睛 有鼻孔 有嘴巴 有耳朵 我们可以试听 感觉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蹊跷 他说这样吧 混沌没有蹊跷 混沌就是一团 糊里糊涂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给它蹊跷 就是等于是最好的礼物 最珍贵的礼物 所以两个人决定了以后 就去执行 日凿一翘 每天给混沌 开一个翘 日凿一翘 七日而混沌死 七天之后 混沌死掉了 我不晓得 我想这个故事 真的是混沌 就是人类其实很少触碰 宇宙的原始的那个状态 最初最初最初 到底是什么状态 所有的科学家 天文学家 其实都还在探究 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答案 所以庄子觉得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我们的视觉 听觉 我们的鼻孔 嘴巴去判断 最后要给混沌的那个东西 其实有点像刚才说 相虚以失 相濡以沫 我们在有限的知当中 觉得对于混沌 最好的是这个部分 也许方向不对 那也许对庄子来讲 这个宇宙还有太大太大 未知的部分 应该尊重它的那个本源 那个混沌 还要继续去探索下去 那用人的有知的限制 去割裂的时候 它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我们知道从很简单的 说人类过去 第一个 发现说地是动的 地球是转动的 然后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 然后证明你在地球上 从一个点一直走下去 最后会回到原点的 大概在那个时代当中 都叫做异端 这些人几乎都被带到 最残酷的酷刑的刑具前面 说你如果发表那个理论 就用酷刑来迫害的 所以人到底知道什么 而所有的知 变成一个定论的时候 它是这样去排斥 那个真正的知的 所以那个真正的知 大概就是混沌 它其实还不清楚 还模糊 可是还保有很多的包容 跟探索的过程 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 把这个东西割裂了 用自己自以为是的 视觉听觉去判断 下了判断以后 去把它做了定论 反而就是永远走不出来 好 我想 我不知道这个十二个故事 在二十一世纪 对我们还会不会有 不同的作用跟意义 那至少 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间 我觉得说故事是一件好事 大家知道 文艺复兴前期 因为黑死病蔓延 所以大家躲在教堂里 没事干 然后那个时候 伯家丘就开始讲十日谈 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 所以有病疫流行的时候 是最好讲故事的时候 那故事没有答案 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 那古代的波斯 曾经知道说 黎明这个国王 叫杀死一个妃子 再换另外一个妃子 所以他就用故事救他自己 每天都讲到 最想听的时候 他就不讲了 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我想我们有 一千零一夜来等待新冠 跟他和平相处 一起来完成这个美丽的故事 那从庄子开始 也许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都可以自己编撰很多很多 讲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听 自己的朋友听的 好故事 美丽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